各位网友,大家好,这个主题跟大家讲讲,内地断工停贷,可能造成系统性的风险,众所周知,在最近一段时间,中国内地,银行界,金融界方面,可以说是一波未平,就是一波又起。 首先就是一个多月前,河南省有四间村镇银行,和安徽两间村镇银行里面,四百几亿个存款,涉及四十几万个存户,这个银行就爆雷,存户去到银行,提款提不到, 结果呢,第一批有一千三百一十七个存户,就去郑州那些村镇银行的总行,准备进行交涉,维权,提款,结果呢,那些犯罪集团就勾结河南省防疫指挥部,某些负责人呢, 将他们整股造怪,一落火车,就由健康马,绿马,无端端,没有经过任何核酸检测,就变为红马,就将他们强行隔离, 不准出火车站,令到他们没有办法,去村镇银行的总行里面,去交涉和维权, 这单丑闻,这个来说轰动全国,跟着手呢,受到娱乐的谴责,之后呢, 好了,在两个星期之前,那个星期日呢,就有成二三千的,村镇银行的受害人,那些存户呢, 就集合在中国人民银行,郑州市分行的门口,那些石级那里呢,和平集会,拉起了标语环颜, 提出他们的诉求,和进行抗议活动,但是呢,当地,又是采取那种所谓的,不是解决问题, 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,这种所谓的维稳的思维,出动了数千的警察,便衣警察, 就对这些这样的和平集会的存户,进行这个拳打脚踢,强行拘捕,将他们全部拉走, 所以呢,事情也震惊了海内外,甚至有些原来是,一向都是, 是极了这个思想的,那个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,张宏良,都忍不住,拍案而起, 说这样的做法呢,突破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底线,突破了文明社会的底线, 甚至乎突破了法西斯的底线,即使,这个以前,法西斯的德国,意大利,日本, 这些在二次大战的时候,都未试过将银行存户,当罪犯来处理,来加以拳打脚踢, 所以即是说,实属里面就害人听闻,没有底线, 除了之外,河南在村镇银行爆雷之外,接着又传出了,中国农业银行,若干这个地方,城市, 第二,存户去银行提款,每人只准提一千元,也都传出了工商银行上海的分行里面, 每日发丑,有些支行每日只准四十个人提款,有些分行大一点的, 每日只准三百人提款,不理三更半夜,去排队排长龙也好,明天请早, 也传出了很多银行的存户,那些银行卡突然间不明不白被凍结了, 所以,一片风声鹤雷草木皆碑,很多银行的存户里面,到底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呢? 大家知道,在过去两年半以来,由于新冠疫情,肆虐世界,也都在中国里面, 城乡各地里面,就此起彼伏,那结果里面,内地就动设封城,封路,封区,封关,停工,停产,停业,停学, 在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,出现了,在经济下行压力山大的局面, 亦都出现了,内资撤离潮,企业倒闭潮,工人失业潮,债务爆煲潮,地方政府财税失血潮,等等, 这些经济上的乱象了,好,最近呢,这个就是说,经济的状况,出现了很严重的一个现象, 就叫做断工,停贷,那什么叫断工呢?断工就是指,已经是收了楼的那些业主, 由于这几年来,疫情的打击,停工,停产,停业,老板就没有生意,员工就没有收入, 但是,那些高管阶层也失去了供车,供楼里面的高薪来源,所以很多人来说, 每个月向银行,在银行按揭了房屋,而每个月要供款,那些钱呢,就难以为计, 所以,就变成了断工了,那断工,这个数据显示,现在,在全国范围内,被银行,因为那些业主, 连续三个月以上断工,而收回的银主盘呢,已经是超过一千万个单位, 同时,啊,断工,银行上未收回做银主盘的呢,也都有超过四千万个单位, 所以,到现在的时候来说,断工潮的雪球越大之外,就来到一个叫停泰潮, 停泰呢,就跟一个断工呢,就有所分别,因为断工就收了房子,住了进去之后, 每个月的供款,这个中断了,这个叫做断工,但是呢, 停泰呢,就不同了,停泰就是,有人是给了首期,去买楼花, 结果呢,那些房地产的发指商,由于资金链断裂, 那,或者是,这个,欠别人的材料数,没有抓到,欠别人的建筑费,没有抓到, 欠别人的装修费,没有抓到,欠别人的机电,比如电梯,扶手梯, 那些,冷气机,这些,没有抓到,欠别人的结据,那些厨具,或者洗手间的洗凉房, 结据那些,没有抓到,结果那边呢,别人就,这个,不再来,去入工地了, 不再去供应那些,这个,这个,建筑的材料给你,那些就变得, 那些呢,搞到就,没封顶,已经是停了工在那儿,这些就称之为的烂尾楼, 那,以往,情况正常, 税月正好的时候来说呢,那如果它是,就是说,这个,烂尾的话,都很快去, 在资金链方面呢,能够是撲到水,来保救,就继续动工,开工, 但是现在呢,由于整个经济下行的压力里面呢,房地产,这个就爆了煲, 中国排名池25名大的房地产商里面呢,基本上都是属于资不抵债, 其中里面来说呢,中国恒大,这个被称为叫做, 银河系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呢,竟然负债高达2.2万亿元的人民币, 2.2万亿元的人民币,是什么概念呢?就是1978年, 中国全国国民生产总值GDP的2.2倍, 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,竟然这个房地产, 去爆煲了,在香港,比如融创中国,这个世贸集团,奥元等等, 这些内房股呢,也都是停了牌,甚至乎给香港交易所, 以0.0001元,这个代价呢,就取消了他们的恒生指数, 成份股的地位,好,既然房地产业爆煲了, 烂尾楼里面就遍地开花,那以前呢,那些烂尾楼的客户呢, 就不懂得去维权,但是现在你们觉得不对路了, 喂,你烂尾楼,我不知道牛年马月, 才搬到进去,或者甚至乎一辈子都搬不到进去的, 那变成了我们还要每个月去,向这个银行,去这个供款, 给,说泵水下去,给那些房地产发指商,那很老产的, 那所以呢,也都有人就发现了,在2005年呢, 中国人民银行,曾经有,关于那个房地产,那个资金监管问题的文件, 红头文件,就是说呢,一定是要等到那些,房地产发指商, 他某个楼盘,是封了顶了,封了顶了, 开始内部,外部的装修了,然后才可以放水给他们的, 但是现在呢,普遍的烂尾楼里面,未封顶,已经停了工, 所以呢,那变成了,那些,但是一查下去,那些银行呢, 已经将那些楼款,就给了房地产发指商, 但是房地产发指商里面,就不是专款专用, 拿来建好楼盘,而是拿来,可能是找那些建筑费啊, 找那些建筑材料,钢筋水泥,那些装修材料, 那些费用也未定,或者拿去,不知道做什么投资也未定, 总而言之,来说呢,就是说,那些,这个, 买了烂尾楼的那些客户,感到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, 也都意识到,银行在资金监管方面,有不容推舍的责任, 所以呢,最初就由江西省景德镇某个楼盘, 那些业主,联合发起了通告, 向当地的政府啊, 银监会啊,银行那些,发出了通告, 就是说,我们,这个, 那些资金里面,得不到有效的监管, 这个银行里面,违反中国人民银行, 中央银行,那个指令,和房地产商里面,去勾结, 这个,违规放款, 导致里面,不是专款专用, 令到我们的楼盘里面,成为烂尾楼, 这个,不可以封顶, 我们都不知道,这个, 某年某月,都不知道, 什么时候才有机会,搬到进去, 因为,只在我们的, 业主的合法权益,受到侵害的情况下, 我们不再可以,每个月, 来到去,盲目的供款了, 一定要它里面,封了一顶,开始装修, 我们,入住,有一个,这个,确切的保障, 我们才会恢复这个,是吧? 每个月的那个,公态, 所以呢,这种, 一呼百应, 最初,由江西,景德镇,某个楼盘开始, 现在蔓延到全国, 31个省市自治区,内地那里, 有25个省市, 那些楼盘, 数以百计的楼盘, 那些的业主,也都是发起了, 这个呢,就停泰潮, 不再去这个,每个月去贷款, 来到去,给那些烂尾楼的发展商了, 所以来说,这个也是应有之意来的, 最好笑就是, 有个家银行,就发表这个通告, 他说,我们, 不是说,这个, 收到好处, 他就把水放给房地产发展商的, 我们是, 打了招呼,我们才这样做的, 哪里打招呼啊, 因为房地产那些发展商, 上面呢,就有政府的, 房地产管理部门, 那些房地产管理部门, 下了通知,下了文件给我们银行, 叫我们放水, 我们才遵照政府有关部门的指示, 去放水的, 我们没有责任的, 谁知道里面, 房地产管理部门, 立刻就回应, 银行所说的不是事实, 我们没有责任的, 是你银行里面, 没有按照上面的, 资金监管的条例, 是你们违规, 银行方面要负责任, 变成了, 互相去推葬, 辅助的, 就是那些烂尾楼的辅主, 好了, 现在这个现象, 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, 当然有人说, 中央政府可不可以, 在财政上, 去支援, 摆平这些烂尾楼, 放水, 给他们去建交楼, 但问题就是, 这些烂尾楼, 这些房地产发展商, 主要的, 基本上都是私营企业的, 房地产发展商, 你说, 像恒大, 一间公司就已经负债2.2万亿, 他们旗下的烂尾楼, 你要付多少钱下去, 他才能建回, 所以何况, 政府下面那些, 央企, 国企, 已经是, 亏损类类, 本身已经是, 财政赤字, 主要的来源之一, 那你, 连那些央企, 国企, 你都未搞得到, 那你又怎样去, 去顾那些, 私营的房地产商, 那些烂尾楼呢, 再何况, 现在根据这个统计, 中国内地, 那些城市, 基本上呢, 市政府的负债都超出百分之三百的, 其中呢, 负债最重的就是, 新疆乌鲁木齐市, 他们的市政府负债, 相当于他们一年的GDP, 是百分之多少呢? 五百六十九, 负债率去到百分之五百六十九的, 你比如这个, 江苏的, 淮安市那些, 负债率都去到百分之四百六十以上, 那么, 至于广州啊, 青岛啊, 这些市政府, 普遍都负债超过百分之三百, 就是超过他们当地GDP的, 三倍多的, 然后里面呢, 现在有相当多, 相当部分, 这个百分之四十七, 有些百分之三十二, 有些百分之, 最低限度都百分之十七, 那些地区呢, 公务员和教师, 的身水都拖欠, 很多这个省市, 那些政府的公务员呢, 和教师呢, 现在都要减薪, 减薪是怎样呢, 他以前呢, 比如说公务员, 他的教师, 那个人工呢, 就是有两个的, 一个叫职效工资, 职就是成职的职, 业职的职, 效率的效, 效益的效, 职效工资就占一半, 基本工资就占一半, 现在里面呢, 很多地方, 政府财政困难, 将那些公务员, 和教师的职效工资, 就削了, 取消了, 换完之, 水瓜打狗, 没了大字, 还有离谱的, 就是什么呢, 比如山东烟台开发区, 他们那里呢, 千多个教师, 前不久呢, 就上街示威, 为什么呢, 因为他们削减薪, 一削就削四成, 比如说, 原来他的月薪是一万元才算, 一削削四成, 就削六成, 削六千元一个月, 问题就是说, 告诉你, 减薪, 四成, 不是由下个月开始, 而是由两年前开始计起, 你们要将, 两年来, 每个月, 所以你的薪水的四成, 全部扭出来, 哇, 一计数, 每个教师都欠, 起码十万八万以上, 所以, 就逼着, 这千多教师, 就走上街头示威, 去抗议, 毫无理由的, 你减薪, 一减, 减成三四成, 已经是离谱了, 你说由下个月开始, 指都由自可, 你有什么理由, 追索两年前开始, 来到去, 计算呢, 所以, 他们就苦不堪言, 就, 上街示威的时候, 也都发了信给, 学生家长, 诉说他们的惨犯, 苦放, 希望得到家长的声援, 体谅他们的难处, 好了, 现在各地政府是怎样回事呢, 在今年以来, 动态清零, 动下就去封城管控, 好, 这里有一条数, 你一计就知道, 叫苦瓜炒牛肉, 两头叔, 那些政府, 每日要对他们的城市, 居民进行核酸检查, 例如上海为例, 上海有2500万人, 你一日做一次核酸检查, 每一次核酸检查, 当你是40元才算了, 那你变了来说, 一日的开支就要10亿, 一个月开支就要300亿, 封了两个月, 你只是这里, 都不见了600亿, 好了, 你不是只是核酸检查这么简单的, 你那班人, 那些去检疫站, 检测站的人, 要穿那些所谓的大白, 大白, 由头脱到脚, 有些防护服, 头罩, 面罩, 整身, 那些虚, 那些大白, 有些防护服, 又要钱的, 好了, 你说测到有阳性的, 那些确诊者, 又要推去隔离区, 又要建方仓医院, 方仓医院, 就算一张床位, 一张床, 一张被, 枕头也好, 再检测的设备也好, 水电那些, 厕所那些, 你都是要钱的, 还有, 你一个城市里面来说, 有时, 那些医务人员应付不来, 要外省市来支援, 外省市人来支援, 你又要拿大巴去运他们过来, 又要安排他们吃, 住, 还要每天里面, 要给, 所谓的, 誤工费, 加班费给他们, 又是一笔庞大的开支, 好了, 你封城的时候来说, 商店没有得营业, 这个公司没有得营运, 整个产业链, 供应链, 物流链, 资金链, 支离破税, 那你变了来说, 那些企业没有公开, 没有公开就自然没有利润, 没有营业的, 没有营业没有利润的时候, 自然就没有税交的, 好, 重要, 国务院就落命令, 由于, 这个防疫, 令到很多中小微企业, 倒闭, 裁员, 所以, 要退税, 和减轻负担, 要将, 以前, 乱摊派, 乱收费, 乱罚款, 要扣部分出来, 给别人的企业, 另外, 收了税, 也要扣出来, 这些全部是真金白银的, 好了, 政府里面, 哇, 这个, 核输检测, 防疫, 疫苗, 下下要钱, 隔离, 方仓医院, 下下要钱, 但这里又没有税收, 又要扣退税, 减付出来, 那这些政府, 很多地方里面, 本身, 病毒未清零, 政府的财政已经清零, 在这种情况下, 你那些烂尾楼, 那些地方政府, 还怎会有钱, 来到去, 奔免他们, 解言明知急, 要他们恢复那些烂尾楼, 去动工, 封顶, 没可能的嘛, 我们说中央政府, 这样说, 中央政府, 那钱从何来啊, 2021年, 去年, 上半年, 全国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, 上半年的时候, 是得上海的财政略有结缘, 其他三十个省市自治区, 全部都是财政赤字, 其中最大件事就是河南, 河南省去年上半年的赤字, 去到三千五百一十二亿人民币, 四川省呢, 就三千亿元人民币赤字, 这个最好的算什么呢, 算是天津, 这些赤字都超过两百亿, 这个人民币, 到了下半年, 去年全年埋单, 连上海都保不住, 到年底都是赤字, 就是全国山河一片虹, 上半年, 河南赤字已经去到三千五百多亿的, 全年来算, 你乘回二, 那就是六七千亿的, 所以变成了中央政府, 那个财政赤字, 已经是相当之严重, 根本上来说, 中央政府都那个国富空虚, 再加上一带一路, 现在世纪瘟疫, 橫掃世界, 接受中国援助贷款的那些国家里面, 比如斯里兰卡, 整个国家都破产, 斯里兰卡, 就借了中国里面, 有成五十亿美元, 那这些, 也都是, 不止有得还的了,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说, 就是说, 中央那个, 这个财政, 是非常之紧缺, 那又怎能帮得到, 你那些烂尾楼, 去复工动工呢, 所以呢, 现在就唯有, 寄望于那些地方政府, 发这个地方债, 但是地方债, 你要人去买才行的, 那些企业, 已经本身来说, 在一个清零政策底下, 停工, 停产停业, 已经是火了, 无收了, 外资就撤离了, 企业倒闭, 那企业又怎样, 哪个人去买你的地方债呢? 你说老百姓, 老百姓有钱那些, 很多在银行, 存了钱都拿不出来, 那他们怎样去买你的地方债呢? 至于其他中下阶层的市民, 已经叫苦连天, 食饭都成问题, 那怎样去买你的地方债呢? 所以, 这个断工, 停贷, 所造成的那样的冲击力里面, 可能会引起一个系统性的风险, 这个是中央最担心的, 有些人说, 那怎么可以印银纸呢? 印银纸, 那就是通货膨胀了, 国民党的政府, 为什么会, 他短短在三大战役之后, 是吧? 一年左右, 就被毛泽东一巴掌掃去台湾, 就是当时他们除了辽审平津, 淮海三大战役, 一百五十几万个主力军, 被解放军里面殲灭之外, 最有是, 他在, 国民党统治区, 发行金元券, 银元券之后, 买男人钞票, 结果呢, 这个通货膨胀, 就脱疆的东西买一样, 是吧? 一口银子上个星期可以买一只鸡, 今个星期只可以买一只鸡蛋, 下个星期这一口银子只可以买一只鸡毛, 就变成了, 国民党统治区里面, 人心丧尽, 变成了, 失民心者, 失天下, 国民党败退是必然的了, 所以, 共产党就拉枯吹牛之势, 就将他们驱促, 赶出了中国大陆, 所以呢, 因缘不远, 所以我们, 作为中央来说, 你说, 量化宽松, 猛引人子, 这个是不可取的, 所以就说, 在现在这个局面的话, 要真真正正, 由我们改革开放, 四十年来, 为什么会成功? 现在出现这样的曲折, 出现这样的困难, 出现这样的复杂的局面, 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 我觉得, 要有必要, 去组结成功的经验, 和失败的教训, 将错的, 抖正, 撥乱反正, 正本清源, 回到改革开放成功的道路上面, 好的政策继续去行, 错误的政策要加以去糾正, 这样的时候呢, 我们才能够, 整个国民经济从根本上, 能够去止跌回升, 然后里面, 这个, 令到我们的, 现代化的建设, 能够是, 行稳致远, 多谢各位。